青春白煩 只要是照顧吃油 跟上幾日的生活 也能跟一般人一樣來正常上班 我們來看二十六歲阿神 五年前到美國遊客鄉人的發明 回來提到 現在它在八號咖啡店上班 後來咖啡優惠好感受 真是歡迎 煮咖啡泡奶泡一天 阿神就牛出這堆火綠造型的拿鐵咖啡 讓人開始看得很開心 今年才二十六歲阿神五年前去美國遊客的時候 金屬鄉鄉變得很穩定 回國治療 現在它看起來這麼正常 進行也很好 一面工作一面復健 就是讓自己讓情緒穩定 然後有個人接觸所以大眾 就這樣才不會太封閉自己 這樣的話就是會越來越好 因為其實像 因為我們有穩定服藥跟這行看醫生的話 其實跟一般人其實沒什麼兩樣 阿神說固定時間吃油 跟家鄉穩定的生活 其實真心中的朋友也跟正常人一樣 沒想到社會有越來越多 尺寸服藥的技巧 國外的朋友跟家修 互相支持 跟傳統的全藥人員 主得的復健沒什麼事一樣 這種方式可以讓朋友 可以在地的各培化的照顧 有時候 我們專業人員這邊 其實不是真正的能夠體會到 病友或者家屬他們內心的那些 不舒服痛苦 所以當然如果他們能夠提供給我們 更切身的資訊 我們可以盡量去揣摩 他們需要怎麼樣子的協助 然後個別化的 他先說 沒有整個社會對這些朋友 也是沒什麼能夠接受 他們希望社會大眾 可以一般公共來看這些朋友 讓他們可以有機會 也跟正常人一樣 跟做生活 記得但是感謝劉雄 台北報道